台湾 台湾 前进前进 生生保佑 这是台湾人民 全快点回心表明 这是台湾人民 英国成功秒提升 这是台湾人民 英国成功秒提升 各位死亡善事师 阿弥陀佛 今天我们要来为各位残疾豪宅之残疾 豪宅残疾千变万化 豪宅它的形成 而是累积天上人间的福报与一生 才有豪宅可以居住 从古至今 无论乡下或是都市都有豪宅 有如在山东 豪宅就特别的多 在北京 天均 豪宅也特别的多 所以看了豪宅 我们心里就会一片高兴 一片会自卑 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去想到 豪宅 是不是真正的豪宅 豪宅 有的只能看 只能欣赏 而住了不平安 有如台湾 豪宅 有一家豪宅 盖得很大 很豪宅 但是屋子 住了很不平安 结果失业也就垮掉了 垮掉之后 去住了一间 透旧的房子 反而住了舒服 这个都在视线 在上天的教育众生 到了金闻 豪宅也很多 有的豪宅 地灵人节 住家 出了很多的状元 近视 有的 盖好了 没有办法搬进去住 因为盖错了 要搬进去住 就有很多很多的障碍 和阻碍 究竟是什么原因 我们也要详细的来深入 来考察 来了解 在台湾 在台湾 豪宅也很多 尤其这几年来 经济发达 盖豪宅 特别的多 有的大楼 的豪宅 有的是 平房的豪宅 各有不同 各有福祷 因缘 有如在 十多年前 一位 女学生 从国外流血回来 结果精神起问题 到大安市来 求救 老祖帮她忙 我用意一扑 她居住的房子 有问题 但是这一位女学生 也告诉我说 她家在台北市 博爱路上的 豪宅大楼里面 她住在那里 那我又不好意思 再问 我说 好啦 那你 要你妈妈 下个礼拜天 我会来大安市 为人排解 问题 请你妈妈妈来 下个礼拜 礼拜天 她妈妈来了 很诚恳地说 她的女孩子 女儿 国外流血回来 受试拿到了 结果回来 精神 恍恍惚惚 不知道什么原因 我先你先不要问原因 要先了解 最近你的女儿 会飞天 会从大楼往下跳 她最近 她女儿一直说 她会飞 已经成菩萨了 所以 我说你要注意 她回去第三天 她的女儿就从七楼 往 人籁路的 旁边 飞下去 飞下去 把子的像摔青蛙 就不省人事 摔孩子的妈 和孩子的妈 在社会上很有地位 所以就将女儿 送到林口长庚医院去急救 住在家户病房 急救 救了三十几天 还是没有选过来 所以到处求医 求美国 名医回来 帮她忙 也没有效 到日本去找 最有名的名医 来台湾 救她的女儿 还是没有效 求医无本 刚好遇到 我一位弟子 他们是同学 高中同学 这个孩子的爸 问我们这位弟子 说她的女儿 怎么样的情况 那我这位弟子 跟他说 你相信神火吗 孩子的爸 为了女儿的命 她说我相信 以前都不相信 因为她是台大的教授 非常有名的教授 所以啊 就 自信心满满 相信科学 相信医学 不相信神学 和灵魂学 所以 求救无本的情况之下 只得依照 我这位弟子 的建议 来找王产老祖 老祖 才传给他 一个庙华 就是 祈福相岸 要他 到宣佛寺来 请 严禁法师 将祈福相岸 的法医 能够请回家 好好的 忏悔和修行 所以 这一位 教授 孩子的爸 妈 才相信 山外有山 天外有天 祝福各位 这是台湾的病 因不成功 妙的生 各位 为今 闲事及各位 双善知识 人在事件上 往往 住信心 住信满满 不信神佛 神与佛 看不到 摸不到 万万万没有想到 神佛 借着各种因缘 把天机密 借由 修行者 把它 转化为 文字 所以 所以这一位 孩子的爸 他是台大的教授 为了女儿的生命 就在第二天 车子开了 来到 残疾山 宣佛寺 来请 严静法师 传给 这个法医 那时候 王山老祖 先佛 护法 依附在 法师的身上 训了他一顿 将近半个小时 站着不敢动 静静的听 然后才将法医 交给他 回家 依法修行 依教奉行 这个法医 就是要送 药师饱餐 要送 49天 7749天 魂才会回来 家里没有佛堂 严静法师 将药师饱餐 送两本给他 一本药师饱餐 供在桌子上 一本 很全心的送 还有相案 很多的法医 记者 他整整站了半个小时 他心里想 很不舒服 他从小到大 连爸爸妈妈 也不敢训他 连学校的教授 老师也不敢训他 竟然来宣佛室 被一位女法师 信了半个钟头 才把药师饱餐 请回家 请回家之后 他没有佛堂 就问我说 能不能一般的桌子就好 我可以 诚信就好 所以在家里 书房 书桌当佛桌 为了救孩子的命 所以一直送经 送药师饱餐 送一半 来问我说 书户啊 要送多少遍 要送49天 七七 四十九 他的魂魄 才能回到身上来 所以他就回去 再继续诵经 上班以后 一大早就起来诵经 晚上也诵经 依法修行 依教奉行 所以在第48天 快接49天的 晚上三更半夜 女儿大哭 说他怎么会在这里 他都什么都忘了 爸爸妈妈 一变高兴 一变哭 母女 父女抱着哭 女儿才说 爸爸妈妈 我睡了一个很长的觉 不知道去哪里 早没有路回来 刚才有佛 有菩萨 告诉他 你家在哪里 带你回去 所以才第49天的开始 醒起来 过了几天 刚好 新逢 禅机山 新佛寺 王产老祖的 圣诞 华会 他这位老 老爸爸 和老婆 就车子开了 就来一些佛寺 他在拜拜 看到我 香拿了 赶快出来 一直拜 我说你不可以拜我 你拜老子可以 他才说 他女儿好了 整个经过 讲给我听 他被圆镜法师 信了半个钟头 站了不敢动 从小到大到现在 没有人 能够划他 竟然在新佛寺 被一位女法师 划站 之后 他想到 一定是老祖 在考验他 所以 女儿的命 救回来 一家团圆 接着内容在哪里 我们等一下再会 为各位来禅节 这次台湾一遍 言无成功妙地生 各位卫星闲事及各位双善知识 这一位女孩子 被王山老祖 和耀师佛 瑞光菩萨 把他救回来了 孩子的妈 孩子的爸 因为在台北 在豪华住宅区 生活很高尚 他只信钱 不信神佛 到最后 还 很虔诚的 信佛 信修行者 的恩行 然后 又到大安寺 来找我 希望我去他家 帮他看一下 家里有什么问题 那我就依照 地址去找 结果在台北市 敦化南路的 高级住宅区 住在七楼 进去看了像 皇宫 那么豪华 可以了解到 这一家是 有钱人家 这一位教授 和夫人也非常的 谦虚 他跟我说 他只剩一个女儿 儿子也不出来 也不来 所以钱 他会赚钱 没有地方花 他就干脆 买个豪宅 来满足 我认为这个豪宅是豪宅 但是这个房子 格局全部错了 你也住也会住不平安 所以我一间一间都看 先看女儿的房间 女儿的卧室 书房房间 非常豪华 她的床也是高档的床 我看到花线 就风水学的问题 很大的豪宅 孩子的床 我们冲进去 就冲掉冲到床头 前面 还一个电视 很大的电视 辐寿线 反射过来 我说你这个孩子的床位错了 这个老教授 他说 他依照风水学 请专家设计 所以设计要这么睡 他的命才好 我说有病睡到没有病 你们冲进来 心神不定 空气冲过来 头脑 昏昏 脑顿顿 换朵换丝 前面的镜子 反射 这个有辐射线 反射到孩子的身上 整个身上的磁场都乱掉了 所以这个孩子 病要没有药可医 所以 这位老教授 叔父啊 我相信风水 以前我也不信风水 现在女儿 被药师佛 王山老祖 领接回来 救回来 醒过来 相信神佛 所以一个家庭 住在豪宅 错误了 还是没有用 所以现在 豪宅 满天下 对的 不对的 也一大堆 所以我也希望我们维新地址 对于风水学 一定要 用心 这样的话 可以救人无数耶 所以这位教授 他在台大 为企业界 上课 为博士生 上课 就先 就先讲他的女儿 被神佛救回来 风水学 不对 改了之后 全家平静下来 所以他的学生 所以他的学生 也是我的弟子 去台大上课 听到自己的教授 会讲这些故事 亲身的故事 就非常高兴地回来 师父 把你的手传得到 今天由我们教授 正道了 我们 欢喜信寿 不疑惑 祝福各位 这次台湾一面 英国成功妙地生 各位微信闲事 及各位失望善知识 我们风水学 也有一句名言 这白屋中的人 住在白屋里面 一直是豪宅里面的病人 这一家 就出这个案例 那我就在 看他的 主卧 主卧是 两张床 中间 这边是夫人 这边是先生 他这里就 用个物质 除书记 除书记在这里 这刚好是夫人的 白屋方 汪老教授 你这个夫人 怎么可以睡得着 两夫妻 这个怎么 身体怎么会好 他说老婆 他说老婆会怎么样 老婆也会患斗患思 白虎方 在动 除丝机 呼噜呼噜 在除丝 所以 他的夫人 脑神经就摔着 患斗患思 我说你把除丝机拿掉 就好了 因为你房子很豪华 外表豪华 里面的 不是错误了 那也没有用 反而不好 我说你老婆 头不会痛吗 哎呀 一连四季都在痛 药都吃没有效 还好他有同学 在台大的医生 拿了效药给他吃 有吃就不痛 没有吃 就痛 这叫风水的病嘛 风水病 要以风水来医 而这位教授 他我今天完全相信了 相信了 神佛的存在 相信了 相信了 风水学 对家庭的影响 真是不虚啊 我今天以这个为例 来引述 引述 豪宅的残疾 豪宅的残疾 多多不得了 也曾经 在台北阳明山 看过一家豪宅 一家豪宅 门进去 一个走廊 很深 设设计 暗黑暗的 进到这里来 就一块很大的镜子 认为这样进来 可以看到自己的 移荣 出去也可以移荣 整树 但是 万万没有想到里面 暗藏的玄机 要我到他家里去看 我一进去 这个长长的 黑象 在这里一个亮亮的 镜子 缓射 我说 董事长 你这个房子 表面很好看 一进门 你镜子就反射 表面很好看 但是住的里面 白屋的 病人 住在里面 患得患失 口熟 示威一大堆 要小心啊 他老师啊 叔啊 你怎么知道 我的示威一大堆 是啊 就示威一大堆 你才要找我来看 问题 出在这个镜子 那怎么办 很简单嘛 把镜子拿掉嘛 不过这个镜子 从外国进来的 一个镜子 二十几万呢 我告诉他 没了死啊 看得太烫 老婆死了 还看到 尿筒 有什么用 病要紧 你的高血压 降不下来 你常常去的半时 事业上 官司不断 他说 是啊 我的事业 几乎 一个礼拜里面 三天四天 在法院 在打官司 这都是 豪宅里面的残疾 所以 王燦老祖 倒架 此行 传妙华 在生活 在环境之中 各位维心 贤士同修 我们要把 道 学好 你就会帮助 很多人 那社会就平安了 这即是功德无量 所以功德无量 在解除 世间的恩恋情仇 这也是功德无量 祝福各位 各位维心 前世及各位 双善知识 豪宅 不一定是 好房子 不一定好风水 大部分的豪宅 都讲究 豪华 用着建材 从外国进来 各样的布置 都用外国 最顶尖的建材 但是 我们不要 忽略了 风水学的真理呀 曾经 我们在风 我们在风原 我看过一家 住家是豪宅 它里面 我一进去看 我说你这一家的风水 是下下下策 不是上上等 你的地面 都用罗马瓷砖 非常漂亮 但是都是圆的 但是都是圆的 整间都是圆 墙上的壁纸 从国外进来 也是圆的 天花板 也是从国外进来的建材 都是圆的 都是圆的 人一进去 头昏转将 就是影响到 人的圆葬 我这一讲 老板和老板娘 傻了 我这是从国外 引进来的 很贵的 贵没有用 贵的要命 很贵 会要命 贵的要命啊 所以这位先生 和夫人 就很感慨的 我们没有福报 来住这么好的豪宅 那怎么办 赶快用壁纸 全部墙上 揉的树 全部贴掉 地板 用塑胶 把它扑 扑掉 这样 精神 就会渐渐地 稳下来 你的孩子 肾脏病 照道理 看起来 已经是 末端 无救了 所以夫妻 眼泽留下来 我们真的没有福报 这只好宅 没有好风水 所以风水 就是眼睛 就是眼睛 所看到的 反射到 心里 耳朵 所听到的 反射进去 而鼻舍身 意 然后进入 第七 执着 而你的脑意识 守护神 就会执着 把你所看到的 反应 累积到 你的脑海 转入心田 然后就开始在 无形的起变化 等于化学 反应 所以 你 赶快 该改就改 不要计较那些钱 命要紧 跟 要保住 夫妻 都没有话讲 他说要去请教他的 装潢设计师怎么做 至于 装潢设计师 怎么讲 他有他的执着 但是平安要行 两位 夫妻 一直在执着 以前 过了还不到 一个月 孩子的肾脏病 病发了 往生死 翘翘了 才来 再来找我 说 儿子已经死了 那要改吗 死了 不会死了 还有活的人 所以不要开玩笑 夫妻 才回去 不知道有没有改 我也不晓得 事过三年 刚好介绍 他的老朋友 在台中县政府 的扩张 我问他 住家也没有改 他没有改 他的设计师 不孔改 那就随顺 云年吧 个人的福报啊 所以 风水学 是要有福报的人 你才会相信 没有福报的 信不了 到最后的恶果 只有自己去承受 所以今天 我要开始 一直来讲豪宅 的残机密 希望过界的 善信大德 朋友们 你们不妨 可以参考 我不是邀言 惑众 不是垄断 受惠的安宁 而是要大家 想奔 想尽办法 以花最少的钱 或是不花钱 来破解 这些残机密 这样的话 你平安 他平安 他平安 大家都平安 社会就和谐嘛 天下就太平了啦 各位维心 贤士同修 我们学习 风水学 研究风水学 研究易经 当你发生疑惑的时候 你要用 易经 自我占卜 占卜之后 卦相 绝对不含糊 绝对 了了分明啊 所以希望各位同修 熟旺善之事 大家一起来 研究 易经 风水学的 残机密 祝福 各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